現在台灣的戰局如何啊 台灣我覺得大部份的伺服器可能都是贏的啦 少部份是輸的 那我現在要去幫的就是那個少部份輸的 請問什麼時候會過去宙斯06 他們LINE群我已經進去了 今天已經進去了 那也有分享一下我的經驗我剛才講 那剩下的就是等我的帳號成交 已經在談了 我給大家看我的最後的紀錄啦 我怎麼在談韓國的帳號呢 不然大家你們都以為我在嘴炮呢 我有在跟那個韓國人議價啦 我覺得那個帳號其實沒有到很好 那他是一個韓國服務 就是幫人家仲介帳號的一個平台 我之前在工商的那個嘛 他說他今天有一隻Dragon Slayer 就是獨龍者的意思 他說啦 06今天有一隻Dragon Slayer 今天出來了嘛 宙斯06 就丟機體給我看啦 那機體我稍微講一下就是 沒有很好 娃娃只有兩隻紅娃 那有紫便嘛 紅便好像八隻左右 還九隻 然後他跟我說開87萬新台幣啦 然後我看了一下我覺得太貴了 然後他數值也沒給我 我就說我想看他數值收藏 打開啦 他那個數值沒有完整的給我 然後 反正我就是覺得他的數值沒有到87萬的價 台灣這種帳號大概70萬不到啦 70萬左右啦 然後我問他的收集他跟我說幾% 他跟我說27.9% 然後我就說蠻爛的 我自己都 我自己的法師都38%了 然後我就問他等級嘛 然後他跟我說52等 然後我還有問另外一隻紅便啦 機體還不錯 也是52等 他開52萬 但是我覺得紅便 52萬你是開什麼垃圾價 我只跟他出25萬 然後我覺得25萬蠻合理的 然後他25萬 覺得好像我出得太低了 不屌我 那這個屠龍就是還在跟他談 還在跟他談價格 他的徽章也很爛啦 他徽章也蠻爛的 所以徽章都比我法師還爛 我自己的法師 那徽章都比他強 然後反正他後來談 就是 我出70萬啦 他說70萬太低 他說韓國人70萬收 他也不賣 然後後來他跟我說 反正他的大意 他說83萬最低 我就說你83萬跟87萬 幹什麼差4萬 當我懷吃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最高 我其實懶得跟他吵 我說我最高出78萬 反正他又降價了 他又降價了 他又跟我說 他最後的報價是80.4萬 那我還在殺 我就跟他說 我在等78萬 我就跟他說 你老實咧 媽的你就差個2萬 2.4萬 還給我80.4 我就有點不爽 我想說 80就80 80.4 是殺小 4千塊你也要賺 不過當然也有可能是說他們韓元 他是出韓元啦 那翻譯過去就是80.4萬 我猜的啦 不然這個數字實在太極醒了 80.4 是殺小 我就跟他說 他的玩法很爛 你這個遊戲過沒多久 你就在掉價了 可能下個月這支帳號 就不到70了 我就跟他說 78.5萬 我在提 我在拉高5千塊 說這是我最高的價格 他不賣就算了 就這樣 然後我就在等他回應 就這樣啦 對他 反正我就是最後的價格 我是出78.5萬啦 我再砍他2萬台 他不要就算了 幹你老實在那邊嘰嘰歪歪的 我覺得我出掉很有成利了啦 他這個帳號 我講真的 我如果是在台灣買 我可能70萬左右我才會買 很有成利了啦 他那個垃圾抽起跟徽章 他那支50萬合理價 他那支真的不強 所以我自己去弄 可能要再花個二三十萬弄 然後你只玩弄出來 也要花個五十萬 就算了啦 他不成交我就真的算了啦 沒緣分 算了 很有成利了啦 我覺得我的成利大家應該看得到 我說要去幫忙 我絕對會拿出成利來 我不會說真的是 就在那邊混水摸魚 然後就是都不花錢 然後去那邊蹭個流量 我不是這種的 但是就看他帳號成不成交啦 不成交可能就要再等 紫娃補不起來怎麼辦 我會先補收集跟裝備啦 紫娃晚點再說吧 對啊 收集卡實在確很多 但是那支是現階段 我找到的帳號裡面 在宙斯06是最能打的 在能打的裡面的帳號 我買一支最強的 我買得到的帳號 我買一支最強的 這是我展現的成利 我希望我這個成利 宙斯06的觀眾 宙斯06的盟友感受得到啦 我是真的想去幫忙 因為我是真的看不下 鬥牛犬那個嘴臉 我真的想幹爆他 就這樣 那如果有課長 覺得你的伺服器很無聊 想跟我過去一起幹人 你有一些能力啦 有能力再來 沒有能力 真的是花不幾天 花不幾時間 真的不要來 你們如果要買韓國帳號 去宙斯06幫忙的 我給你們一個管道啦 雖然我現在是沒在幫他工商了 你們如果需要買韓國帳號 你們可以加這個啦 跟他買宙斯06的韓國帳號 我沒有幫他工商號 因為我跟他工商期已經到了 不然就是你就買一些台帳去幫忙也可以啊 好來我們來製作紅武吧 我們小做一下啦 八風特魔杖 應該是唯一的選項 命中加8 魔法命中加5 小型傷害 這個武器 感覺就是 地裂術 要他的地裂術啦 你貪圖的是他的地裂術 發動機率5% 八風特魔杖 對法師我實在是不知道做這把要衝他小 這一把就是砍怪用啦 有點類似天堂M的兵杖 這個很爛 安定領喔 真的耶安定領是殺小 跟天天一樣耶 那沒關係我做別的啦 我做別的 好那我們做最貴的 最貴的是破壞長 你覺得破壞長攻比較貴呢 還是惡靈血劍比較貴 還是謀約大劍比較貴 可能是謀約大劍比較貴 謀約大劍兩個人做 破壞長攻兩個人做 惡靈血劍兩個人 就是八風特魔杖沒人做 寶藏獵人讀一波 來讀一讀我 我跟你講我做到我就是高價賣 爽賣一波 年終直接賺起來 一發兩萬賺比天天還學 對啊我覺得這紅武其實算真的蠻貴的 兩萬四千賺 所以他的期望值 他製作的機率是10% 教大家數學啦 有些人真的數學可能真的不是很好 兩萬四千賺10% 也就是說他的期望值是 二十四萬賺會出一把 也就是說你二十四萬賺內呢 如果你做到一把你都算賺 誰會花二十四萬買一把紅武 我還真的有蠻多的 自信製作 來 齒道具製作上有可能失敗 確定要製作嗎 我建議啦 那個現在如果工程師還在 幫我改成齒道具製作上 沒可能失敗 確定要製作嗎 沒可能 因為我等一下會中 沒可能 可以改字了 這個字是錯的 這個有可能 請改成 沒可能 來 可以 可以這樣取消很好 我就是要這種感覺 自信製作 一 取消 就這種感覺 很好 熟悉的感覺回來了 給他兩次的機會好不好 我給他兩次的機會 我們都要買帳號了 我們玩這個真的是有點浪費錢 但是為了大家沒關係 玩給大家看 可惜了剛會中的 不要在那邊 好來 製作吧 準備誕生 蒙約大劍 叮 殺小什麼意思 這個界面不行 他沒有讓我很感動的感覺 這有沒有搞錯啊 我這樣兩萬次就飛走了 沒關係啊 第二次做一次賺 第二次就中了吧 一次沒中 第二次應該會中 中一次賺 哇 真的有夠貴啊 幹 應該可以刷一波紅色的東西吧 10%機率嘛 來打破機率的男人 今天要告訴大家 蒙約大劍到底有多好重 自信自作 遲到具製作上 無可能失敗 確定要製作嗎 確定 蒙約大劍 戰勝 耶 蒙約大劍爽約了 靠北 蒙約大劍爽約了 你看 不是跟我約好的要中嗎 怎麼會這樣 大家好 我是靈無沖爺爺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 請按下訂閱分享小鈴鐺 喜歡按喜歡 不喜歡按不喜歡 如果有話想對我說的話 也可以下方留言喔 我都會看 應該吧 呵呵呵呵呵 按下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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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訂閱